别无常物 东晋时有个人名叫王公 他当过太子的老师 有一次王公从盛产竹子的会计回到京城建康 他的朋友王晨去看望他 王晨见他坐在六尺宽的竹制梁席上 非常羡慕 于是就直截了当的对王公说 你从盛产竹子的地方回来 买了这样好的席子 请给我一张吧 王公因为没有多余的席子 只好漠然不语 王晨走后 王公心里感到很欠然 于是毅然把自己的那张席子送给了王晨 王晨知道这事后 非常吃惊的对王公说 我以为你有多余的席子 所以才向你要 没想到你也只有一张啊 王公笑笑说 我平生无常物 后来人们把无常物说成别无常物 用来形容再没有别的东西 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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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露